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短 今日本节有我许禅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评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件事听到的内容都笑醒了 大家都知道 每逢大时大节有年假的 三日四日五日等 可能请假七天都可以 那只香港的朋友一定是心恨想飞 很正常 我也想飞 不然有年假 你不飞 难道在香港发霉吗 去到外面多点玩 其实香港人真的很捨得花钱 看到大事大节那些 老实就算自己做老师的时候 也不捨得这样飞出去 真的很贵 因此大家肯付钱去玩 希望玩得开心 玩得过瘾 对吧 当然 昨天有一节说到近来 李远华被爆出他之前所谓的法国深度游的 令团友一吐气 又说四星的酒店变得只剩一星 毛巾相当骚髒 也不是白痴 还有厕所也相当臭 甚至乎那些领队有收什么导游费 但是那个废字写错了 是废柴的废 这样的吗 那个领队不做事的吗 收了钱不做事不是吧 你不做也不要紧 你做错或做漏东西 搞到有团友流浪了在滑雪场的雪山 这个真是精彩 神经病 你怎可以 正常来说 你怎会把客人放在雪山那里才可以 那是刺激的 究竟你什么人搞的 搞到这么不专业 据问李远华有出来澄清的 他澄清的解释 我也当你是掩饰先的 不要怪我就叫不公平 我们也疑似收到有虎主的提供资料 据说其中一个流浪在雪山的旅客虎主 就是这些团友 都不知道能不能够用团友的这个有字来称呼 根本上是吵架吵到什么的 团友 就是大家有个友情 据说是一个75岁的长者 这位人 什么 不是啊 你占下一个75岁的团友在雪山那里 喂 搞出人命啊 不是吧 找这些东西玩 李远华你真的要好好解释一下 我觉得 他已经说 据问声雷区下哭得眼睫毛都飞出来 那只希望求原谅 很多网民也有留言给我们说 他是演戏的 演戏的说 要哭不出的 那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看《戏剧之王》也有教 那是 那是 判车不派饭的 用芥末 即是加强泪光的感染力 那些 我不知道他要不需要芥末 他都整个五岁五岁的人 应该演戏都要去到露火纯青那只 刚才说好东西 你这个人渣 还说人家75岁流浪在雪山 还说好东西 不是 正所谓什么呢 大难不死就必有后福 好 这一句说 我看到新闻就说 金多宝很多旗都没有人中 希望你 听到我们这一节的那位辅助 如果真是这位75岁的哥 还是阿哥还是阿姐 他真的去买的话 麻烦你预计我一份 一起夹 也好 当然了 还有我 你又夹了一份 哇分到薄了 不要紧 这个李远华之前的法国团 就炒了车 不知道哪些人这么幸运 原来他近期还有一团 我不知道是否成团 因为他说 据说已经出了法 出了法 这么糟糕 已经在玩了 那究竟是你去玩还是被人玩呢 我们不如一起研究 好吗 好啊 我们从这个逻辑和推理的分析 去说一说 这个团 话说就在12月28日 好易发一起出发 玩到什么时候呢 就玩到1月2日 海船归来 那去哪里呢 就今次去越南 北纽道内 嗯 北纽道内 那28天 我相信就睡五晚了 对吧 没错了 整个行程六天五夜 这次就有机票了 上次法国的真是精彩 要你们自己搭到法国 再去会合李远华 有些人就说 哇 55岁的阿沈了 你还说要和他一起去旅行 有什么呢 我曾经看到有位网民 在我们的留言区 我们之前有提到李远华的时候 他也有留言说 他曾经也为了李远华 把飞机打下来 在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公平一点 李远华 如果是二十多三十年前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索色的 立刻拉家的时代 那时候我还很小 很小 那位曾经为李远华打飞机那位 你想起来都害怕 很噁心 请你联络我 我下次回到香港 我请你饮麦征 哈哈哈哈 义认保刑 好了 我们回来说 这个行程 他就写了 两晚五星级酒店 三晚四星级酒店 两人共用一个房间为标准 他挺有趣的 又是包含行程景点的门票 对不起说一句 越南的景点门票很便宜 很便宜 就是导游费和司机小费 已经包含了 哇 这么选 每一个团友是多少钱 刚才说了 二人同行价 大小同价 港币是14900元 14900元 是越南而已 是啊 我不是什么英国法国 大佬你越南要万多元吗 不如去日本去韩国 都不用花那么多钱 是不是有些脱水之嫌 说明是星级旅行团 是吗 有只星级 OK 那贵成那么多 值不值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值 你觉得值不就去吧 是呀 是呀 跟星级一起去旅行 想想都觉得高兴 就是了 直接吧 一起旅行完 在旅游巴 唱回卡拉家的主题曲 重新去哪 重拾救梦 简直 人都青春回 不知道多少 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是不是 我敢 不是 老实说 正所谓 有比较 有伤害 不要说我们欺负李远华 真的要狠狠地伤害他 就是在香港地 出名比较贵的 一间旅行社 叫中环游 是吗 嗯 没错 这间能够中环 这么多年的中环游 它能够中环香港 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它是偏贵的 但大家可能都要它的质量 它也有的 五日越南的旅行团 全程都是五星级的酒店 还有带你去热带果园任食 什么越南河粉 春卷 象耳鱼 什么大头虾 这些是必吃的 一起都可以去的 它全程是住五星 帝国酒店和温沙广场酒店 帝国酒店是不错的 这间睡得舒适 吃得招职那些款 人家呢 全程 记住 包含卡 四五九九 四五九九 是吗 这么多的 李远华的团圈 大概15000元 李远华 它欠一块钱 15000元 多了一天 他多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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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远华 就多了一万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在纵横游 玩两个团 玩了十天 也不用过万 李远华的团 真是神经的 你的意思是 去完一转 回来再多一转 玩了十天 没错 就是这样 我看到他虽然说 饱足你三餐 午餐晚餐 老实说 省回来的钱 在越南 吃那些 不是牛丸华 吃牛丸 吃到你不吃 吃到一万元牛丸 可以 就是 越南吃东西很便宜 中央比深圳 你说 这些根本都是小钱 所以 吃到多厉害 都是一个有限数 所以李远华的团 你收了一万五元 究竟这些钱去哪里 我相信 成本就不会在吃 吃占很少的部分 究竟他们是否住一些 比五星级的酒店 所以才收人这么多 还是纯粹因为 有李远华随团 所以就收人贵这么多 你记住 李远华的团 是两万五星 三万四星 如果比起中华佑 一街减低下 人家其实跟你差不多 价钱而已 这样啊 那些什么四星呢 我们有点懷疑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这间旅行社 看到是越南方面的旅行社 有留过香港电话 那些手机 被你打去联络一下 或报名 我自己 手机而已 对 有点怪怪的 怎么会这样的 你起码一间正常公司 甚至乎牌照号码都要显示出来 但没有的 究竟这班人在这 是不是 骗局 有点害怕 你是很难到时去投诉 因为香港有旅游业监管国 那些什么条例 我们小时候看广告的时候 会有独白的时候 那段视频就说 香港旅游牌照号码 三零零七零 会有这些 你知道 还有扔印仔的印花 即是有保障基金 有什么东瓜豆腐尔虾 虽然可以補回你一些什么 但这些補什么 牛丸也没有碎 真可憐 这就这么搞 明显是一个骗局 現在是這樣的 還有我們看到 早前李遠華的法國深度遊 先插開一點點說 我再細緻看他的行程還是怎樣 我再跟大家補充 我看他帶大家去喝香檳區的法國香檳那間 也不是那些一線 那些是四五六線那種 多少線我就不知道 老實說 喝香檳的當然是不欠那些錢 喝一線那些 即是M字頭那些 也不會貴得很多 對 怪怪的那些 沒辦法 我不知道是他中伏 還是他帶著別人來中伏 因為李遠華疑似是他 在旅遊巴掌上跟大家說 我常常被人欺騙 他們就哭了 哭了兩次 他把情緒推到爆發 我相信很有感染力 尿眼睫毛也掉了 你以為是耳啞 當然 尹天仇 不是在哭嗎 原來你不要死 鼻涕就哭了 其實就是異曲同工之妙 尹天仇 是教的 一個是流鼻涕 一個是哭到假眼睫毛都飛出來 其實一樣的就是 原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說那個是不是李遠華 應該都是他 應該都是他 可以說回來 你說慘了 許傘 如果想去越南玩 又不想跟這些什麼 李遠華 還是陳遠華 那些 有沒有什麼辦法 有升級享受 其實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找到 當地的類似 一些local tour 或者一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的當地人 他會很有心 幫你設計行程 大腳小多少錢 會幫你安排 他們都明白自己的國家 希望可以發展好些 吸引多些人來旅遊 從而大家認識多些 可能會對於日後 越南的投資 也會多些 那行不行 我覺得是值得予以支持 還記得他幫你搞些員工旅遊 可能幫你安排在沙灘 一會兒做一個派對 讓你可以和同事在這裡 吃喝喝喝 還是怎樣的 因為就值得 還有一些燒烤的東西 吃幾件就飽了 是不是 是啊 而且都是吃來吃去 其實主要都是大路菜 不是燒烤 就是越南飯 最多吃貴價的龍蝦 之類的東西 都是有限錢 那還有 你說東西是不是很值得 對我們一般 香港朋友仔的物價 真的會覺得他們很值得 跟我們芒向有關的 就是這個芒果 我還記得在當地 當地的 local tour 幫我們安排行程 去吃芒果冰 真的非常值得 當做的時候 又很招呼 行程又舒服 例如那些什麼景點 例如李遠華那些 團的安排 其實都是 全部都很大路 你說有沒有什麼很深度的 對不起說一句了 如果深度那些 就有那麼多危險 也是一些和戰爭有關的位置 你去不去看 那些就不是那些炭浩華團 你是真的有心想 尋憂探秘技的人 才會參加的 是 究竟你會不會去呢 不過說到底 希望如果現在還在玩 這個越南團的團友 不知道看到最近 這宗法國團的新聞 不知道有什麼感想 不過我想 李遠華在場的話 都會再加幾千肉 麻煩你 越南可粉 幫我再加幾片牛肉 如果不是 一定有很多媒體 都會監視這個團 究竟會不會叫中伏 自己貼錢出來 都要跟他們加料 你不要再加芽菜 這麼大碗都是那些芽菜 越南的可粉 不可以 例如那些 法式的長麵包 越南那些 我想起碼都要做幾片松露 才行 真的要 你不會有差不多的材料 你這樣做法 就真的騙局似 現在最慘的就是 究竟這間公司 是不是合法經營 我就高度懷疑 他這間公司 都不是合法經營 但是又收香港人錢 是不是 萬一有喜事上來 去誰投訴 這個是最麻煩的 你缺乏保障 就算李遠華 哭十聲也沒用 萬一搞出人命 你怎麼哭 你哭極了 都沒有人同情你的 不行的了 你哭了假牙都掉出來 下次也不行了 希望大家新一年旅遊愉快 時事開心順利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